欸,我不想穿西裝了耶 可以解放一下嗎? 脫!脫!脫! 脫!脫! 脫! 可以給我掌聲啊 弄到西藏就好 有沒有穿啊,有沒有好看啊 好熱喔 有穿啊 早就設定好了好不好 阿美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我覺得也是社會組織的架構 就是所謂的年齡階層 在男生裡面就是有一個年齡階層 五年唯一一個單位 他就好像一個班級一樣 我想說15歲到20歲一班 21歲到25歲一班 26歲到30歲比較一班 然後每一個階層要升上來的時候 就要揮用人體名字中的大事情 就部落裡面發生的那種大的事情 然後當作這個階層的名字 就是一個班級要有名字 就像幼稚園什麼大香班 七二班 那我沒那麼可愛 因為部落裡面不會有大香跟忌人 那除了個人的名字 一群人的名字之外 每一個堅塵的名字開頭都是用 拉 拉 像我是拉千禧 拉千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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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又叫到 拉 拉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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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一點點 好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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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草往北漂 就漂到杜蘭湾 杜蘭有一個很大的海灣 我們在杜蘭湾的北 杜蘭部在杜蘭湾的北端 那些木頭就漂過來 很多到就是整個海灣 去上面好像漂了一座足球場 誇張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什麼 雲木、檜木、紅塊、黃塊 還有烏西木 無信物就是做佛像的那種 就是鐵了很多那種大的木頭 那些都是對阿美族來講 是以前的建材 就認為該傳統無用的 就是那個柱子跟梁 柱子是最重要的 那個大木頭就叫卡洞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名字來命 也希望他們成為洞梁 國家的洞梁 然後我們也會削他們木頭人 跟可憐的木頭一樣 好 像我比較特別的 就是叫拉千禧 待會兒再分享這個故事好了 然後今天其實花蓮雨 因為他們慢慢的都長大 就突然最大的學府 就是突然國中 國中畢業就沒有學校可以讀了 就最近也要到台東市才有學校可以讀這樣 然後如果高中畢業就更沒有學校可以讀了 有的是也沒有考上學校的成績 然後年輕人就這樣外流到外地工作 剛好今天在花蓮比亞蓮的時候 還有一個弟弟可以在花蓮讀 我歡迎Anson 來吧 預備 來 我要你們看 他們的制服就是這個灰色的 他們自己做的經驗的那個 他們階級的衣服 然後我們現在要唱他們階級自己的歌 他們自己寫的喔 因為我有寫過拉千禧 他們想要 這學武 所以寫了一個 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寫了一個很抒情的 然後是他們自己 階層自己一群人 一群兄弟一樣的一個感情 醞釀出來的一首歌叫 拉撒動 就是也是中文家族語的一個 合併的一個創作 很特別的 大家聽一下好不好 好 沒有發覺沒有出過專情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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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